減糖168斷食 到底要怎麼樣做 才能瘦的持久呢 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來問我說 欸尼亞師 那個木瓜很甜可以吃嗎 對啊 其實都可以吃 重點是你份量怎麼去做 你只要按照份量放進去 你就可以吃得又飽又瘦 今天我們邀請到網紅營養師Sony 幫88歲的阿嬤 成功瘦下19公斤 怎樣做才不會負胖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今天我們要請到營養師來跟我們分享的 今天我們這個名醫系列 或是網紅系列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營養師Sony Sony他最近有出書 來看一下 168斷食瘦身餐盤 是 所以瘦身餐盤 因為其實我們下班經紀學做了好多168的瘦身餐盤 可是好多人都沒有概念 或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要請Sony來幫我們分享 可是我剛剛在看書的時候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是 你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主題 是幫阿嬤瘦身 對 為什麼 其實我阿嬤她已經胖很久了 好幾十年這樣 有很多人會說 長輩都已經活到那麼大年紀了 我阿嬤88歲了 那時候大概86 那你想說就讓她開心的吃了 不要管她 對 但是每次她要住院或看醫生的時候 你就心裡會覺得很痛苦 對 因為她那時候就去 因為她有糖尿病 她有三高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那時候就去看那個醫生 醫生台東的醫療資源沒那麼豐富 她就說那你就去台北 因為她沒辦法再收了這樣 建議我們到台北 那時候就是因為腳有傷口 蜂窩性組織炎 對 那醫生就說那你要打胰島素 吃血糖藥 因為她之前都不廣 所以後來的時候我就跟她說 阿嬤你真的要減肥 然後要控制你的血糖 剛開始都很誇張喔 大概200多 血糖 200多 很恐怖這樣 然後 因為老人家觀念不好 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高血糖 然後她就說 我腳受傷 你幫我腳擦藥就好 為什麼要控制飲食 對 其實她不知道這其實都有連帶關係 那當初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開始決定要幫她做減重 然後一直減減減 剛開始速度也是還蠻慢的 但是後來 就是前前後後加起來 到現在 她減了大概有19公斤 19公斤 她有多久的時間 將近一年 一年 然後瘦了19公斤 減重下來之後回去檢查 醫生說 糖化血色素不錯喔 6.4 那阿嬤你不用再打胰島素了 不用再吃血糖藥 是 對那後來連鞋子也都停了 對就是 正確的飲食就可以讓她 藥物慢慢調整到 甚至有些是可以不用使用 是 所以用了什麼樣的方法 讓這個阿嬤能夠 快速的 或是說有效的把它減下來呢 你這邊第一個是說168 慢慢 循序漸進 可是還加上一個 欺騙餐是什麼意思 欺騙餐是騙誰 是騙自己還是騙別人 騙三斤 那所謂的168斷食就是我們一天有24個小時嘛 那你把它區分成其中16個小時不吃東西 然後進食的時間只吃8個小時 就是你把你今天要吃的時間限縮在這8小時 就是我們所謂的168斷食 對那如果你在執行 執行飲食的時候有時候卡關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來執行這個欺騙餐 其實我們身體是一個很精密的生化體 那有時候你忽然吃很多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點reset 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重新調整 就有點像我們 機器 電腦開久了之後 你要把它重新開機一樣 這種感覺 所以它有點是這種感覺 但是 欺騙餐的話也不建議常常用 對因為你常常用 每次我都想欺騙我自己 就是真的騙到自己 對那我會建議就是一段時間你在執行 減重沒有成效的時候 你可以來使用 但是你吃的量 還是要照 均衡的方式 但是你可以吃的比平常更多 1.5倍 甚至到2倍都OK 飲食份量很重要嗎 所以餐盤控制跟均衡要怎麼均衡法 其實均衡 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所有的食物你都把它分成6大類 這個其實是 六角餐盤 它就是剛剛講的6大類食物 你只要按照份量 放進去 你就可以吃得又飽又瘦 所以這上面是水果類 這一格是水果 而且裡面還有畫圖 上面其實有一些咬花 下面這個最大的這個範圍 其實它是蔬菜 蔬菜 其實一般我們一餐蔬菜要吃到那麼多 太多根本我平常吃不到 我覺得還好 對 所以一般很多人沒有吃到 然後 再來這個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 對就是豆魚蛋肉都OK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所謂飯類 顴骨雜糧 對 那其實蛋白質差不多是不是 少一些些 注意看喔蛋白質比較深喔 對其實它後面有一些巧思 對它是有深淺的喔 對它其實是大概我們的 半碗飯左右 再來就是水果 跟堅果 我想說蔬菜裡面像南瓜 胡蘿蔔 對 馬鈴薯 地瓜 對 這種呢 這種其實它算是澱粉類的蔬菜 它算澱粉類 對 所以我們 如果你把它放要放在這一個 喔 不能算這個 對它不要放在這一個 對 哲心哥講得很好 就是 它這個澱粉類的蔬菜 你就把它放在這一個 你就不會超亮 老師只是如果我日常 比如說我出去錄影 或是出去郊遊 我就沒有帶餐盤 那 我又想要很精準的控制 有沒有什麼方法 其實一般如果你沒有這個餐盤 你在家或者是什麼 你拿一個圓盤也可以 是 拿一個圓盤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放成是一個 梯形的方式 嗯 那梯形最下面最多嘛 它就是吃我們的蔬菜 菜肉飯 肉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就是第二嘛 那最少的就是我們的碳水化合 喔 可是看這六角餐盤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彈性空間 對 這應該是這樣 後來是薯條嗎 這個是牛奶碗 彈性空間其實是這一個 那針對一些 比如說熱量需求比較高的男生 多一碗飯 對他可以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不建議碳水太多嘛 你可以先放蔬菜 對或者是蛋白質 這樣熱量可以有飽足感 又不會不太容易炒掉 你剛剛講蔬菜的時候 小鹿就厭屎 老公我有問題 就如果真的 就是把我最大的自製力都放在 比如說控制好了之後 吃有順序嗎 吃的順序其實會有 就是建議的話 就是我們的 菜肉飯 那第一個你先吃蔬菜 再吃蛋白質 最後再吃碳水化物 這樣會讓我們生長指數稍微比較平穩一些 是 但是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這個 順序是有一些幫助沒錯 但是最重點的關鍵還是份量 份量 對 你就算這樣吃 但是你還是吃過量的時候 你還是受不下 對 這是多少有一些幫助 那第三點 就是可以陪長輩一起運動 對啊像我阿嬤我也會陪她一起運動 因為有時候他真的也不知道怎麼動 對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做正確的運動方式 而且 你如果有一個 子女或孫子在旁邊陪著他 他會比較有動力 對像我的 爸爸媽媽也是這樣 尤其我爸 每次我家運動 他會跟你說好好好 但是我跟他講好 他跟我講好了 差不多兩年都沒有去過 所以你就是陪他一起 後來我發現 我約他一起 他願意 是 就有一個人在旁邊 他們其實是願意 是 今天回家試試看 不過回到一開始阿嬤的這個 故事啊 你剛剛有說阿嬤其實身體有三高嘛 對 然後 他年紀又比較大了 我很好奇在這樣狀況上 減重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真的是有這種狀況的人 來講 真的要循序漸進 不建議太快 對 如果太快的話會造成 剛剛講的低血糖的問題 那可能要送醫的 對 然後甚至像比如說你在執行168斷食 有一些人也不太建議 像是比如說是正在發育的青少年 對很多高中女生就覺得不敢吃太多 覺得自己很胖 對 其實就不建議他們斷 因為青少年你想看他們正在發育的階段 他們其實是很需要營養素跟熱量 對他們可以過這個階段再來做減重 不然他們就可以先從飲食內容開始做調整 不一定要一下就來執行這個斷食 是 那另外還有一些人比如說是孕婦 對啊 因為他要哺乳嘛 他要養胃小孩 所以病人士他也很需要營養 這些人也比較不建議 那另外就是 可能是 三高特殊族群 就是有慢性病的這些人 對那會建議就是有專業人士在旁邊建議 像我幫我阿嬤做 也是我每天幫他量兩次血糖 因為我會隨時看他的血糖的數字 比如說碳水化合物 飯跟水果的量都控制得很精準 而且這邊要特別講就是 糖尿病病的人要特別注意啦 如果你在做168的時候 就是因為糖尿病是血糖問題 所以就變成是 如果低血糖是有立刻的危險性 高血糖還不會怎麼樣 剛剛你還有一個沒有講的 就是飲食失調者 只是厭食症那種嗎 厭食或暴食症都有可能 因為其實這個是有點心理性的疾病 對因為他們就是 因為心理的問題影響他的生理 那這些人我也不太建議他們來做這個斷食 對那會影響到我們的 身體的狀況 因為 就算執行168斷食的時候 你的熱量跟營養素還是要吃夠 不能說吃不到 到最後你可能就是身體精神會出一些問題 對 所以 如果你已經有這方面的問題 你就不要讓自己壓力再那麼大 因為我們要找的是一個 長久可以穩定執行的 這個無痛的緊縱瘦身法 就是這種才有辦法 這樣 好 那如果就算不是這些 不適合斷食的族群 我還是覺得 建設性斷食很容易失敗 我自己都失敗過 所以趕快請教有沒有什麼 要不要踩到的地雷 是大家 這樣子就可以持續 減重的久 對像 比如說我在幫我阿嬤在做這個 斷食的時候 他其實是慢慢調整 像我們第一餐是早上10點 那晚上 6點 是吃 最後一餐 其實中間下午 還有吃一個點心 但他不是一開始就這樣 他可能早上8點先吃 然後 慢慢 阿嬤可能4點就起床了 對阿嬤很早起 對啊 你就要10點才吃飯 很痛苦 所以那個時間還蠻長的 對啊 所以就變成是讓他慢慢調整 你可以先從 168 我們可以先從 1212 12個小時也可以 或是1410 是 對 其實這個就非常簡單 你就是早上9點 吃到晚上9點 頂多就不吃宵夜這樣 是 那你晚上9點可以進食門 再慢慢往前調兩個小時 變7點 就一次斷掉一餐就對了 先把宵夜戒掉 然後再把下午茶戒掉 就是這樣慢慢的 然後再調整食物的份量 這樣就比較不會失敗 對 然後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像尤其上班族 他們可能就通常會斷早餐 那早餐斷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等一下中午要吃什麼 我等一下一定要吃爆 炸雞薯條 披薩全部 中午一次吃回來 豬排凍 但是其實你在做斷食的時候 你吃的總熱量 超過你的需要的量 你還是瘦不下來 喔 對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做斷食 就一定可以瘦 你的食物內容 也非常的重要 嗯 那還有一個關鍵就是 就是我們要注意 就是吃過少 像其實如果一般做到 我會建議一般人做到168就OK了 因為如果再往下是比較激烈的 那你要攝取熱量跟營養素都很容易不足 那不足的時候 像有時候如果你不吃澱粉 你就容易會餓 那容易餓的時候 就開始會 脾氣不好 就容易失敗 我剛剛看翻一下書 你有在兩個月裡面減掉8% 到底怎麼做的 第一個我是幫這裡設定 兩個月10% 兩個月10% 對 那時候是這樣子 那你這個失敗者 只有8%而已 好嚴格喔 詹斌哥 他自己說的 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喔 你幫自己設定10% 成績沒卡那麼好 你還有8% 喔懂了啦 雖敗猶榮 對 就第一個目標在那 那時候也是開始 就是透過飲食的控制 就我剛才講的六大類食物 就按照分量 來吃所有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的運動 一點點的堅持 這樣 其實就瘦得蠻快 是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 剛才你有講到嘛 就是其實減糖 其實減糖 就是減少碳水化物 最重要嘛 因為我覺得吃糖的東西 最容易變成體脂肪 那怎麼樣才能有效的減糖 我覺得女生真的很難耶 像我很多 我的朋友也是 其實我自己也是壓力大心靈不好 第一個就是想吃甜點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還好啦 不會壓力大就想打人 我今天我覺得比較可怕一點 減糖對現在的人來講 是比較容易達成的 因為減糖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很簡單 減糖不是 不吃碳水化物 它只是減少 對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 減糖就是完全不能吃飯 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一般熱量 碳水化物來講是佔5到6成 那你可能減個20% 30% 也叫減糖 不是完全不吃 那你可以想像成怎麼樣 比如說一天 你可能晚餐不吃飯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就叫減糖 可是這邊第一個是想說 避免精緻糖 這個是指什麼 類別 對 就是說 你剛才講的巧克力 加糖的巧克力 如果你是百分百的 還沒關係 這樣 就精緻糖 最容易引起我們血糖 很快就升高 是 對啊 那是澱粉也要減量吃 然後也要記得我們多吃一點優質的蛋白質 什麼叫優質的蛋白質 魚類 對 像我們一般建議你在減重初期 我們以白肉為主 白肉為主 就是雞肉 龜 對 海鮮 對 這些蝦 都是不錯的 所以牛排 熟成牛排跟東坡肉就不能吃了 可以吃頻率少一些 你原本一週 你可能每天吃 你可能一週變兩次 這樣 這樣的方式 一週變兩次替代還蠻療癒的 對啊 就是用這種替代的方式 待會要去嗎 直接約起來 我改了 蔬菜一定要吃夠 因為蔬菜有好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我們腸道代謝一些不好的油脂 對 然後還有水果跟堅果 這都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水果一天兩個拳頭 水果 因為台灣的水果糖分非常的高 到底要怎麼樣選擇水果 其實 水果也很多人問過 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來問我說 你要是 那個木瓜很甜可以吃嗎 對啊 其實都可以吃 重點是你份量怎麼去抓 聽說阿嬤就吃一條嘛對不對 我阿嬤不只一條 兩三條 因為我阿嬤自己有種啊 對 然後他就是 放著爛掉 怕剩 對 我阿嬤就是為什麼 還有一個原因他會很胖 就是因為很節儉 因為我阿嬤是 他跟我想 一粒米二十四滴汗 所以他所有東西都不會剩 就是桌上的剩菜剩飯 雞頭魚頭全部吃光光 對 就造成他的腹部脂肪 對那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 對啊 所以你只要控制食物的份量 這邊有一個三格的長條 是分脂肪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這個是 要做數學嗎 這個的話 其實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剛剛講的 減糖的方式 其實這個 加起來等於100% 它就是我們整天的總熱量 對我們所謂的三大營養素 就是這三個 那一般我們的 碳水化合物是5到6成 蛋白質大概就是 2到3成 那脂肪也是 就是大概2到3成這樣 那 其實你就是稍微把 碳水化合物減掉 20到30% 就算是減糖了 就是調整營養素的比例 也不是要你二到 也不是要你少吃 就是你想要吃多少飯 就把它減一半就這樣子 對 你就少吃飯 那你蛋白質跟蔬菜 多吃一點 這樣一樣可以綁 對 可是因為剛才我們講到了 有減糖 有斷糖 有斷食 這三種方法裡面 商品你認為哪一種方法最好 我覺得初間你就先從減糖開始 減糖開始你可以再做一點點的斷食 那斷食不用到很激烈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做到168就很OK 效果就不錯 那你也可以 卡關的時候你比如說168加減糖一起做 像你做的就等於是 你是斷糖再加斷食這樣 這樣就比較激烈 但是速度蠻快 但是沒辦法長久維持 真的沒辦法 有一段很困擾我的 是我姊妹的例子 就是他減肥的 減重的時間 他只吃 菜跟肉 他完全不碰澱粉 我真的看得到很明顯的有瘦下來 可是他也很容易好像又胖回去 我就是很好奇是 哪邊沒有 照顧到 其實有些人真的是在吃這樣的話 這種飲食方式瘦很快沒有錯 其實你去想想看 他腫熱量就已經減少很多 對 因為碳水的話我沒吃 而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荷爾蒙 就是胰島素 讓他相對的穩定 因為以前可能都吃太多 所以他現在恢復到這種飲食方式 當然是瘦很快 但是 只要他一恢復 他原本的飲食方式 他的身材就會恢復到原本 是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你是循序漸進 一點一點改 然後你可以長久維持 才是一個好的飲食方式 如果說現在 正在節食的人 然後他們 卡關了 就是除了要堅持之外 還有沒有另外的撇步可以建議他們 撞牆期 其實到撞牆期的時候 剛剛有講 欺騙餐你可以考慮 可以試試看 就會忽然一餐吃很多這樣 對 這是一種方式可以試試看 另外 還有一個觀念就是 其實一般我們遇到這種 撞牆期的時候 只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少吃 再吃更少 另外一個是動更多 動更多 對 就是你增加你的運動量 如果你在 撞牆期的時候 那你飲食的內容 一定出了一些問題 對 如果你可以調整一些內容的話 一定會有改善 不然就是增加你的運動量 對這兩個方向絕對是沒有問題 慈欣哥人生好辛苦 對人生本來就很苦了 尤其我們選了一個職業 要為之地 對 好啦 那下一次就有機會 我們就下一次錄影的時候看看 你會不會更瘦 好我就把這個餐盤帶回家 每天就這樣 磕到我的頭上 你不用啊 慈欣哥 好啦那今天謝謝Sann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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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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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